玉里政代会定期大会乡镇总执询一程 政代表罗世权特别针对玉里战前的停车场维管部章 地方农特产推广行销力不足以及基欠工程款项等议题 执询表示因为招解职的政长 龚文俊仍处于干涉政政业务的推动 致使政公所运作绑手绑叫 要求代理政长詹秀聪拿出魄力执政 招解职的人还能够回过头来对政政业务处处下指导旗吗 正代表罗世权强烈质询 与代理政长詹秀聪爆发口角争论 你现在已经停止了 你不该干涉政务才对 就要让他在顶一半的钱也不该干涉 停止就好好地把自己的法律 把自己的官司打赢了 再回来担任我们这个政长 但是说停止以后就不该管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根本没有权力做主嘛 郑代表罗世权也因此 特别就基欠工程款项的问题 执询认为政公所还得要向招解职的政长龚文俊 请示裁决的荒谬现象 与代理政长詹秀聪争论将近十多分钟 即便代理政长詹秀聪除了是否认政长龚文俊干涉政务的推动 特别就是否支付基欠工程款项 他则强调政公所一切依法行政 但是这名代表罗世权也特别针对 日理战前停车场为管不张 地方农特产品产销力道不足等议题 就将矛头直向公政长执询通批 出处干预的情况下 致死的政公所运作绑手绑脚 要求代理政长詹秀聪拿出魄力与智慧 推动政政业务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导